威爾斯桌球公開賽四強 有魔術師之稱的英國桌球好手梅飛 在香港時間星期日 面對中國球手龐俊玉的比賽中 激出被網民稱為史上最精彩的金球 世界排名第十一梅飛 金像面對排名五十一龐俊玉 第一局尾段需要擊打紅球的梅飛 被對手設試圖架的情況下 打出精彩一球 球迷們在影片下紛紛留言 這是我見過最精彩的擊球之一 太精彩了 這簡直是魔術 這個擊球太荒謬了 梅飛在賽後堅持自己並不為撞彩 最後雖然輸了這一局 但他以總數6比3 擊敗旁進玉 進身決賽 但在決賽以7比9 不敵羅拔米堅絲 屈居賽時亞軍